非盈利组织美国国际教育基金会 18号晚间在盛盖博士举办大型募款晚宴 宣布基金会推出了美国学生协助项目 协助留学生在美国求学 同时也颁发了卓越贡献奖给35年以来 专注华人社区服务的华明胜律师 华明胜律师1984年在蒙特里公园市 开设了第一间律师事务所 为华人社区服务了35年 2019年华明胜律师事务所 又创立了华明胜基金会 此善三驻年轻人完成学业 为此基金会颁发了卓越贡献奖 给华明胜律师 以鼓励更多人为华人社区做出贡献 华明胜律师对我们的基金会 是很大力的支持 所以这一次我很荣幸 很高兴华明胜律师跟我们基金会 一起合作来为一些学生做的事情 我们为了华明胜律师 成立于1992年的AIEF 是IRS批准的501C3非营利机构 此次推出的Student Assistant USA 从住宿 生活 学习 法律 以及礼仪多方面 帮助来美读书的学生 就是希望这个项目 能够全面地为在美的学子 提供资讯 就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这个大学scandal A mission scandal 那Mr. Lim 林事长呢 他在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深感到在我们华人 跟我们国际学生呢 在申请学校 跟他在美国生活上面 有一定的这个需求 那需要有这个professional 有专业的人士呢 来帮助我们这批 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们 那所以我们Student Assist USA呢 我们就分了五个 不同的这个方面 来帮助学生们 出席当晚木宽晚宴的 还有何陶市市长 盛盖博士市长 加州前财务长 加州众议员 阿罕布拉学区前教委等等 周天中旺采访报道